今天世界的灾难 一般讲起来 中国人所受的灾难比外国轻 什么原因 祖宗所修集的不一样吗 中国这个族群 老祖宗是依能离道德齐家的 当然就不一样了 能离道德英国教育 在中国至少认真教学了 我的估计至少一万年 根深迪厚 现在 虽然疏忽了 这一百多年 底蕴还是很深 过去我们在汤池做事业 三个月 这个小镇的居民 良心就发现了 我们这些教学的老师 一个个都呆了 原先估计 要教两三年 才会有一点陈旧 没有想到 三个月陈吉 卓祝 这证明什么 证明中国 祖先 祖德 更厚 就是没人教 一有人教 马上就明白了 就觉悟了 就回头了 证明了两种事情 第一个是 人心本善 三字经上讲的 人之粗心本善 第二个证明 人是非常好教的 这么容易教 这也是 我们的根 后 祖宗保佑 三宝加持 很快 人就觉悟 就回头了 这在其他国家地区 找不到 我们在前几年当中 确实经历过 找一个地方来做实验点 找了好几年都找不到 语言不具足 最后是异想不到的 在汤池小镇 做出来了